继续标签的讲解 这里我们刚才讲到平滑着色 平滑着色咱们之前已经讲过了 首先就是它这里有一个角度限制 例如说现在我们把球体的平滑标签给它删掉之后 你会发现这个球就变得非常的不平滑了 对它表面会有这种效果 那在咱们创建任何基本体的时候 例如说我这里创建油桶 或者创建一个管道 创建球体 它都会自带一个平滑标签 因为只要你把平滑标签删掉之后 你会发现它都会变得不平滑 但是呢就算你把这个东西 例如说它没有平滑标签对吧 我去给它添加一个细分曲面 那它也是不平滑的 这就是除非说你把它面数增加很多 就是电脑为了减少我们的这个内存的计算 所以说给它自动进行一个这个表面的优化 就是这个平滑标签的作用 当你添加它之后呢 添加这个平滑桌色之后 它就会自动给表面弄得很平滑 那原理是怎么回事呢 原理是也非常简单 就是我们这里有个角度限制 对吧 你把它开启之后呢 它就说当你大于这个角度之后呢 它会自动的进行平滑的处理 那当我给它改成零之后呢 是不是就没有了 好 然后你看这个角度 是吧 只要说大于这个角度 它都能给你错理平滑了 那角度特别小的时候 有个地方它就还是没有那么平滑 根据你这个角度来判断的 OK 鼠标键呢 可以给它直接回归到默认值 然后下面这里有个使用编断开 这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 例如说我这里 把这个球体给它塞掉好 然后呢 去选一圈线 选一圈线 然后呢 鼠标键 我们去给它来一个断开平滑着色 那这个时候呢 是不是你的这个球体 它中央这个线段这里 它是不平滑的 因为我刚才把这个平滑着色标签 这个线 它已经是断掉了 就这一圈线 它不会受到这个平滑着色标签的影响 所以说呢 它这里不平滑 好 那么在这里呢 当你把这个使用编断开的选项 给它关掉之后呢 那么刚才这个断开的效果 它就消失了 就等于失效了 那这个就针对于这个 它标签去使用的一个开启功能 就是否去激活使用你的这个 断开平滑着色 你可以在这使用完之后呢 去把它关掉 是吧 隐藏掉这个东西 然后你也可以呢 在这里给它恢复平滑着色 这个咱们都讲过 那这个就有平滑标签的一个作用 一般来说除了你要做low poly 或者说特殊的风格 咱们都是需要有它的 就在这里添加就行 好 然后再看下一个 然后下一个呢 就是 这就是我穿越圆盘吧 好 鼠标键 添加这个建筑草坪 这个很简单 它就是做草坪用的 点完它之后呢 就可以做草了 那就是你发现它这边什么属性都没有 它需要一个材质 这个材质呢 必须是我们的这个草坪材质 还可以 你看像这种其他材质都不行 怎么创建这草坪材质 我们就点击这个创建 然后呢 在这里找着色气 添加一个草坪的材质就可以 这里不就有一个这个草坪材质吗 在这啊 在这草坪 点击它 点完之后呢 这个时候它是一个灰色图标 当你把这个草坪扔过来之后呢 扔到这里把它可以识别到 它就激活了 变成一个绿色图标 但是呢 它在这个视图里边 它不显示的 你只有给它渲染出来 才可以看到这个草 这是默认渲染器的草坪 然后呢 你可以在这去调它的参数 这里的话呢 一个是你可以在这去渲染 去预览它 另一个呢 你可以鼠标一键 给它打开窗口 这样去预览 当时就你现在调的这个效果 这里我可以给它 稍微扩大一些 好 这么大吧 可以看到了 OK 那第一个呢 就是颜色 这个颜色的话 我们可以自己调它的渲变 比如说我这里去给它 载入一个彩色的 它就彩色这种草 是吧 很灵魂 然后你也可以 改它这个颜色 比如说改的更枯黄一些 都可以自己去调 给我改特殊的颜色 那这个就改它这个草的渲变 然后它也可以在这里呢 去加点纹理 像我这里给它 加一个灶波纹理 它是不是就会受到 这个贴图的影响 然后你也可以自己手动的去给它 加很多的贴图 比如说给它加一个这种树皮的 是吧 好 翻译看之后 它就会有这种 就树皮材贴到这个草上面了 这种随机的感觉 你可以通过这个进行控制 然后下面的这个叶片长度 就是你改大之后呢 这个草就会非常的高 就很长嘛 例如说你去渲染一下 它这草也是非常高的 那这个呢 就是它的一个长度 你可以在这儿呢 进行更改 然后下面这个呢 是叶片宽度 有改它的宽度 这个非常好理解 它的宽隙 你可以在这儿去更改 好 鼠标右键 可以让它回复默认 再往下看 密度 就是你的这个草的多与少 例如说你刚才是 就只有几根草 或者说没有 是吧 然后这个你可以做生长动画 就例如说这里 然后逐渐到很多的草 可以做动画的 好 你可以自己去试一试 然后这个纹理 这个密度纹理呢 就是例如说 我这里填涯有灶波 然后有的地方有草 有的地方没有草 我可以通过这个灶波呢 对它进行控制 好 把这个对比调一下 那这样的话 它有的地方就有草 有的地方没有了 我们可以渲染一下 是吧 这个可以通过它这个黑白贴图 去控制它的一个 疏密关系 好 给它浅除掉 那这样的话 如果没有这个黑白纹理的话 它就全部都是种到这个草 好 然后下面这个打结呢 就可以让它这个 跟那个毛发材质一样 之后会讲毛发的 这里边打结 这个卷区什么 都是一模一样 看它有这种扭曲的效果 就像它这个 卷下的这种感觉 然后下面这个卷区呢 就是让它真正的就弯下去 就是这种垂下去 一个是这种 这种卷区打结的感觉 然后一个是让它垂下去的 这种弯曲 然后下面这个湿润度 就是其实像它这个高光一样 让它变得更亮一些 就是打湿嘛 就那种打湿的感觉 湿润度 其实我感觉像高光提亮了一样 那这个呢 就是它的一个这个参数 然后下面这个指定的 都通用的 比如说你给它指定到 哪个物体的话 你都可以把这个物体 给它拉进来 是吧 那这个时候 当我去选中它的时候 就会更方便去选择 但是呢 你看 比如说我给它认识之后 它会有一什么效果呢 就是我们那个原盘 就被它隐藏掉了 是吧 原盘就看不到了 当你把原盘给它删掉之后 再渲染 你的原盘是可以看到的 那这个就是它一个作用 OK 那么这些课就讲到这里 大家多多练习